最心痛是愛得太遲 為什麼會心痛Peter Sir 不是我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鈴鐺 追蹤通知我每天會準時12點和你見面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網上看中了 心愛的水晶很漂亮的 但是買不到 然後就很心痛很心吐 為什麼呢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你如果看中了 一般來說你是和它有深深的緣分 是它的磁場吸引你 我經常講的 水晶第一眼圓 跟著就是要上去親自去感受這個水晶的震頻 這個感受 例如現在這個美國閃靈磚 大家見到現在我桌上有幾顆 它每一顆都是獨一無二不同的 可能有些有符號 有些的切角是特別的 這些我們是說玄石的 例如黃鐵礦 它每一塊都是沒有拋光打磨 或者力泥 看不見到 它一顆凸凸凸的 全部是天然的 全部是天然的 它和這些 我拿了兩支 零擺 是完全不同的說法 零擺 你看不見到 除了顏色不同之外 它的款 它的切角是一樣的 它都是用機拋光打磨了 從頭到尾都是同樣的 除了顏色不同之外 所以大家如果將來你見到一些深愛的水晶 很喜歡 不妨快快脆脆上去看了這個 喜不喜歡 還有感覺一下它的能量 咦?和自己 穩不穩合 好,喜歡 你就要快些擁有它 要不然 你只是可能或者 咦? 你就可能嚇得一句 為甚麼呀? 這麼快賣了 很不開心 為甚麼? 不可能會再有第二塊 為甚麼? 它這些天然經過很多年 每一塊都是有不同的頻率 不同的視覺 正所謂問世間情為何物呢? 不要到時哭得一句句呀